大家好 上星期跟大家說 20天平均線就是港股的阻力位 其實在上星期到星期二就挑戰 星期三四五也可以成功收復 但始終到星期尾之前 其實也帶來一些獲利盤左右 因為近期看到一些科技股份 尤其是重磅那幾隻 而且願意反彈 帶來市的反彈動力 每逢到臨周末前 大家都有一股吃虎的意欲 因為始終恐慌在周末期間 會有一定的消息出來干預 若果以現階段的港股 既然開始慢慢向上收復的機會 我覺得向上移動的機會率 其實接下來都是慢慢提高 始終港股在政策市的情況下 只要沒有消息 大家都當作好消息這樣炒 其實下方來講支持位 可以看回上星期三 剛剛的V型反彈的低位 接近星期五千七 我覺得這個位置 亦可以作為一個防守點 或者是轉捏點 尤其是在十天線 亦是接近這些水平 而接下來今個禮拜 其實港股也還有機會 反覆挑戰高一點位置 如果在上方來講 接近去到條五十天線 兩萬六千七至兩萬六千八 這個區間 我覺得在接下來今個禮拜 也還有機會試得到 因為雖然科企來講 其實企業盈利難免會在政策的收緊之後 可能都會有一定的影響 或者蠶食 但是始終現階段 大家在接近一些技術性反彈的話 反彈空間都依然存在著 但是阻力我覺得會再次明顯 因為始終政策面對大型科企的影響度 我相信都仍是大家衡量當中 所以現階段大家都在接近一些技術性反彈的 接下來今個禮拜當然要關注著 我們方面公佈的一些經濟數據 去到星期二有進出口 去到星期四的時候 亦都有一些叫CPI這些類型的重磅的數據 相信在接下來的板塊挑選 我覺得都還可以繼續維持一些新能源的股份 另外就一些電力股 過去上個禮拜都是相當強勁 當然在政策面 尤其是可以將電價在一個叫上調的空間 電力股站來說還是比較強勢 若果沒有貨 我覺得最少適合10天線這位置才考慮 另外科企來說 我覺得尤其是重磅科企都是散戶的投放之外 很多的科企股已經是反彈了不少 所以若果下星期 尤其是下星期初 有機會可能市未有特別消息的情況 做少許調整之後才來吸納會更加之好 若果一些叫中細型的科企股 其實反彈的空間或幅度可能仍會比較大 所以我覺得可以接下來繼續留意SARS類的股份 我們再到哪裡 我們再到這個使用 我們還是很大 我們再到這邊 我們也到最後一趟 我們還是會けて 我們還是會來 我們